都看 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欢迎再度收看《股王之尊》 这个盘很有趣 美国股市连续又涨了三天 又创高了三天 那理论上呢 今天应该会大涨 甚至今天呢 你看到了亚洲股市 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大涨了两%多 然后呢 香港的股市到现在为止 涨了六百多点 但是呢 台北股市 哇 开高冲高又杀低 台北股市开高冲高又杀低 小涨了十四点 不过啦 小涨十四点 我说这只是假象而已 因为毕竟呢 外资今天有补了一些空单了 那这个盘就很简单嘛 外资他不愿意放手 外资呢 他放了一堆的空单嘛 他想要压这个盘嘛 所以呢 再打一下TPK啊 把TPK杀低一点啊 对不对 宏基啊 哇 今天圣华更惨 圣华又破底跌停 锁了五千多张 对不对 友达 群创 面板双户也是不好 那今天呢 其实一早你就看到一个新闻了 他说呢 友达啦 群创啦 这两个面板业呢 因为他们还有一些未到期的债 好几百亿的一个银行 跟人家借贷的一个债 要还 那他也是寻求政府的帮忙啦 看政府能不能帮忙帮他 以股换债啦 对不对 让他的经营的成本可以降低一些 所以 这样的消息出来之后 你看到 哇 投资人想到 哎呀 友达群创 又欠了那么多钱 对不对 还有那么多钱要还 所以呢 今天呢 外资又卖超了友达 又卖超了群创 那 两支呢 又破底 友达又破底 但是你说 面板业友达群创会不会倒 理论上啦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 他已经变了一个 大到不能 不太能让他随便倒的企业 不是说不能倒 只是说 大到不能让他随便倒 因为他也跟银行借了很多钱 是不是 他当银行的铺险的金额高达了 今天呢 盘中有一个新闻 四千亿左右 四千亿的 对不对 他如果倒了 银行又惨了 对不对 银行惨了 是不是又是我们的纳税钱 要去救他们 所以 这两只老虎呢 基本上他也是变成说 大到不太能倒 所以我认为说 这边政府理论上 也会做一些帮忙 那只不过呢 你看到就是说 外资呢 为了说 对不对 要压盘 所以他无所不用其极的 他就打一些弱势股 打一些营收啦 获利不好的股票嘛 对不对 友达啦 群创啦 TPK啦 盛华啦 宏基啦 对不对 那这个盘呢 我认为啦 理论上呢 明天后天 会有一天会大涨 你想不想信 那我说这个盘 明天后天会有一天会大涨 那理论上呢 应该是明天的机会会很大 为什么 就算说你现在晚上 我们现在录影是在下午 那你现在晚上呢 可能看到我的节目 是美国股市已经开盘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今天晚上美股开盘呢 是小涨小跌的 或者是跌的 但是我认为啊 明天呢 就算美国股市 今天晚上跌 明天的台北股市 也会开低走高 因为我认为外资已经开始 有点压不住了 有点压不住 因为它最近打的 就是一些比较弱的电子股嘛 但是你看到啦 我一直告诉各位啦 有没有 我说你看到中国大陆的股市啊 这么强呢 上海A股你看今天涨了2.88%呢 有没有 快3%呢 好可怕 你看有没有 哇这两根红棒多迷人啊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告诉你 要做中概要做生计就是这样 你做电子股很辛苦啦 我相信我讲了那么久了 已经两个多月了 我没有说错吧 对不对 你做中概做生计 你看我们先赚雷虎 对不对 然后又赚远熊港 远熊港赚完呢 对不对 现在呢 布局电子小标股 然后呢 还有中概小标股 虽然大盘不好 但是也还好啦 它也在成本价附近啦 它不会像TBK那种破底的 也不会像友达那种破底 也不会像圣华破底在跌停 是不是 那只要它们动起来了 它表态了 我说接下来 这个盘会很精彩 会很精彩 所以我不认为说今天的大盘呢 虽然说开高冲高又杀低 然后呢很多的电子股呢 又跌停又破底 对不对 但是我认为这个盘呢 已经开始要 有反攻的机会了 已经开始要有反攻的机会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不管现在有多少人在放空 对不对 有多少人在马后炮 哇 又在那边追空 又在那边放空 有人告诉你 要吓你 但是我说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我说趋势永远就是多 对不对 只不过个股的表现差异很大 为什么量会这么少 就是因为电子股弱嘛 那电子股为什么弱 第一个是产业的因素 第二个是筹码的因素 那产业的因素 基本上有很多的股票 都已经反应的差不多了 我讲难听一点 你看2353的宏基 对不对 跌成这样 90块耶 这边是什么时候 99年的时候嘛 对不对 3年前90块 现在15块 虽然说他真的获利 他真的是有亏损 真的他的经营策略有错 但是呢 理论上 他也是一家还算有实力的公司 对不对 而且呢 施政农先生 他现在也要回头啦 要重掌兵符啦 再来呢 有一阵子联发科也是跌得很惨啊 有没有 对不对 两年多前 联发科也是从500多块跌到200多块过啊 有没有 这一段联发科也有跌到200多块过啊 后来呢 蔡明杰先生 是不是 他也开始呢 大力的整顿啊 有没有 那现在呢 人家现在又涨到400多块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有说 经营者的决心那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啦 经营者你也要看是谁啦 蔡明杰先生绝对是个 有实力 而且绝对是个很认真 很认真在经营事业的人 对不对 那施政农先生 我认为说 他也是一个很有远见的 很有气度的人 那这次宏姬呢 有没有 跌得这么惨 那也做了那么多错误的事情 他现在回头来接手 回头来接管 理论上呢 一定会有些新的做法 那会不会像联发科那样 对不对 来一个大反弹 来一个起死回生 我们不清楚 但是我认为 至少再坏 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是不是 好我想 做股票来说 它就是一个循环 一个cycle 涨多了 一定会跌 对不对 因为超涨 跌多了 一定会涨 因为超跌 这样说呢 今天有没有 太阳能就跌啊 对不对 你看最近的太阳能 哇 前几天呢 一个多礼拜前 每个人都在讲太阳能啊 多好 转亏为盈 怎么样 政府又补助 怎么样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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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都买太阳能 绿能 中美金 帽敌 新日光 结果呢 不 等到每个人都说好了 他就不 所以为什么我常说 不要看那种 似是而非的 媒体 有很多的媒体 我知道收视率不错啦 因为 其实找了很多的名嘴 找了很多的专家来 对不对 那当然呢 投资人喜欢 就在听一些故事 那但是呢 通常越热门的东西啊 它不见得是好事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对不对 越热门的东西 代表说 它的一个筹码越乱 那越乱的时候呢 量越大的时候呢 主力是不是很好出货 我相信这个道理 大家应该都会很清楚 但是呢 大家也容易忽略了 也容易被媒体所煽动 所以为什么我要告诉你的股票 都是在低档的 而且很少人会听过的 对不对 很少人会提及的 但是真的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 一个长线投资的标的 而且都在非常好的低档区啊 进可攻退可守 对不对 雷虎当初在这里的时候 没有人会讲它啦 对不对 等到涨上来 涨到12块了 才又有好消息 哇雷虎呢 台中的总部怎么样啦 对不对 遥控飞街做得不错呀 控口行做得不错呀 然后生计也要开花结果等等啊 但是呢 他们为什么不在这里讲 为什么要在这里讲 所以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调节一次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操作的sense 所以我说 这个行情虽然说很难看 我们讲难听一点 真的 很难看嘛 人家已经长到历史新高 又连续长了三天 我们今天还是开高走 冲高还是走低 真的很想 很想骂人 但是呢 没关系啦 我认为说 要压也不会再压几天了啦 中国大陆再涨上去的时候 外资也要认命了啦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最慢啦 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啦 这个盘会拉一根中长红出来 会大涨出来 你拭目以待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会 民国55年 全台国小每班约52个学生 当时约20个年轻人 抚养一个老人 民国101年 全台国小平均一班约25人 预计民国111年 约4个年轻人 需抚养一个老人 随着社会的变迁 少子女化与高龄化 也影响年金制度发展 谈息下一代 请支持年金制度改革 启发投顾 快速获利 免费体验 请述来电 快速获利 免费体验 请述来电 令球播02 23898689 02 23898689 您是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启发费库 当您启动制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这件 02 23898689 02 2389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花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投顾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投顾 02 23898689 02 23898689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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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格勒的威脅 啊 毁了我的家 就没有钱钱万万干我了 好的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那天气也渐渐冷了 那要多多保重身子 因为最近的温差就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呢 冬天来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 怎么讲 最后的一个冲刺 这一年 对不对 你要过一个比较好的一年 对不对 要过年了 要为自己赚个一个年终的红包 我认为呢 接下来行情是有机会的 是有机会的 因为接下来开始 是不是 集团要做账了 12月集团要做账了 那总是呢 各个集团还是会冲刺了 那正好很多的电子股打到真的很低了 所以他们也很聪明啊 故意把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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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让你受不了 打到融资都逼出来了 他才来拉 你想不想信 我认为这是有阴谋 那再来呢 明年的1月 要干嘛 开放献股当冲 开放献股当冲 那开放献股当冲 当然对成交浪一定会有帮助 对不对 那献股当冲呢 理论上也比较安全 因为一般的散户你说叫他们去用融资玩 只会越贪越贫嘛 是不是 很多的股票都是这样啊 那股价崩下去都越贪越贫呢 贪到后面没得救啊 贪到后面你动不了啊 但是如果说用献股当冲 那有一个好处啦 我们说实在话有一个好处啦 至少说你献股你的杠杆没有那么大 你真的错了你还可以停损 或者说你错了 你就把它当做投资 你也不会有断头的压力 我说的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算不错的 这个政策算不错啦 第一个提升成交量 第二个也不要让散户有断头的压力 你看真的很多股票都被断了 我随便举一些电子股 譬如说3061的燦元 你说这种股票有没有断头 绝对有啊 对不对绝对有断头啊 为什么敢这样讲 你看嘛 这边47块 有没有 这边47块 哇融资呢 融资这边呢大概7万多张 这边47块 融资大概7万多张 就47块跌到这边呢 十几块的时候 47块跌到十几块的时候 你看到融资剩多少张 7万多张剩4万张 为什么 都断头了 四十几块跌到十几块 你融资还不断头 断了 那等到断了之后 有没有 这边很快的反弹一波 有没有 16块这边弹到30块 涨了快一倍 涨了快一倍 也是去年年底哦 有没有很有趣对不对 好啦 涨了快一倍之后呢 跌下来 融资又开始了 又打死不退又进来玩了 又进来玩了 对 玩玩玩玩 那以为呢 以为这边是底部嘛 对不对 大家都以为这边是底部 因为 真的也跌很多了嘛 47块跌到20块了 很便宜啊 然后大陆的三安光店 不是说要跟他买吗 要当他股东吗 对不对 那这边应该是底部啦 结果后来呢 哇 最近 来 最近这边有没有 这边20块又破了 破了又跌到13块 你看 有没有 这融资呢 哇 又大减了五六千张 有没有 对不对 这边好快 好可怕哦 你看 短短一个多礼拜哦 砰砰砰砰砰砰砰 19块又跌到13块半 19块的股票跌到13块 跌了6块钱 将近三成 将近三成 换算成融资 又断一次 又断一次 对不对 又断一次 又断一次 融资又断一次 断完之后呢 断完之后呢 理论上才会拉 都是这样子 那没有融资有什么好处 那了不起你就跟他拗嘛 对吧 你都当他股东嘛 那对筹砰面也比较有帮助啦 所以我认为说这边里面它有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阴谋 第一个 集团做账在年底 12月 所以11月杀一杀 对不对 你看嘛 这前两个礼拜都在杀 每天几乎都跌啊 美国股市涨不关我们的事啊 对不对 杀一杀杀到低了 把融资再清干净一点 把散户再清干净一点 我好拉嘛 那再来呢 明年的现股当冲 如果是一个低基期的话 市场交易会不会更热弱 绝对会更热弱 所以我觉得说 这边啊 它蕴藏着很大很大的机会 虽然说 这几天大盘还是非常的软弱啦 我们讲难听一点 非常的软弱嘛 对不对 反弹都没有量啊 你看反弹有没有 反弹呢 都没有量嘛 都是七八百亿的 六七百亿的 对不对很惨 都没有量很惨 但是呢 我认为压盘的差不多了啦 压盘的差不多 因为 你看人家中国大陆那么强 对不对 那大陆再上去啊 台股还是要上 台股还是要上 所以你看到今天嘛 有没有 像一七八四的训言 有没有 生计的训言 就攻上涨停啊 然后呢 利盈房 二胎化的政策的公司嘛 受惠概念股嘛 对不对 一早也攻上涨停啊 也大涨啊 所以为什么我会 还是告诉你 我说 中概跟生计啊 中概跟生计啊 主流没有改变啊 它都会有涨的股票 都会有强的股票 都会有创历史新高的股票 那如果说呢 它还在底部的话 像这样的股票还在底部的话 你认为它是不是好的机会 是不是你反败为胜的机会 过去这边一百多块 现在这边八九块 那你说呢 它获利不好吗 它没赚钱吗 它亏损没有啊 它也赚钱啊 而且中国大陆现在营运的不错啊 只不过他们不想拉而已啊 对不对 在长线的底部去 过去一百多 现在八九块 有没有涨倍数的力量 我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非常的便宜 而且股价又低于净值 绝对是你买的多赚的多的标的嘛 所以为什么我要带会员去布局 因为我认为 时间点快来了 时间点快来了 既然呢 今天路股敢这样强拉 对不对 甚至呢你看到今天的港股 今天的港股有没有 你看到恒生 今天恒生涨多少 涨627点 今天恒生涨627点 有没有 恒生在创今年的新高 恒生在创今年的新高 那你说中概股有没有机会 所以做人有时候真的不能说太现实 我讲投资朋友都很现实 你今天又没有涨停板 对不对 人家别的老师都有涨停板 别的老师都大赚 对啦 你的老师前几天带你去买太阳能 当然啊 太阳能涨停的时候 他说他有啊 那跌下来呢 他就说他没有了 对不对 当然每天他都大赚 嘴巴讲的都大赚 就像前阵子生计呢 在涨的时候 每个都有智勤 每个都有记忆 每个都有唐连 每个都有义态 我只告诉你不要乱追 对不对 我送给你的4105的东阳 反而比较好 有时候那时候送给你在这边 对后来在 我说至少会填全 后来还多涨了一段 对不对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说呢 像这样的股票他还没有涨 但是他绝对是有倍数 甚至呢 又够便宜又够低 绝对是你买得多赚得多 能够赚得稳的标定 那又有集团的一个题材 对不对 他们同集团的 有些公司都已经涨到天上去了 那你说这家公司 跟十一住行娱乐有关的 他有没有机会 有啊 另一房今天是不是大涨 对不对 我说 低档已经不多了 好的公司有倍数利润的股票 长线的低档区已经不多了 你想要赚得多的 你想要赚得稳的 好好把握这样的机会 错过了 对不对 我说很难啊 就像雷虎嘛 对不对 九块钱都要十三块 不多啦 大概三成多四成 但是又一波的三成多四成 又可以来回的做 而长线就还没结束 你说好不好 赚来赚去赚来赚去多快乐 同样的像这样的一档股票 我认为 它是一档长线大底 而且长线绝对有倍数利润以上的公司 你想要赚钱的 我欢迎你赶快来把握住它 因为中国大陆香港股市已经要发动了 把电话拨通 祝各位操作顺利赚大钱 明天见再会 拜拜 拜拜 農曼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累死了 想到要去排队拜美籤 有刚刚累时间的 喂 喂 你要赶快找时间去 拍美籤大头照 喔 好啦 还要去面试耶 王岐线上网预约了 你们资讯很差 来 你们看 游去美国观光盒商务考察 不用钱责了 是哦 这本护照有够照 外交世界爬爬到 外交部和大家一起打拼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投赋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投赋 02-2389-8689 02-2389-8689 师傅 这次取经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事 别担心 这次出国前我有先做出国登陆了 出国登陆是什么呀 我们国人出国观光游学或是洽商 都可以到外交部的网站上 登陆旅外资料 如果当地发生